既然向吉星路平交道是五个岔路的大路口 但只要一有列车经过 路口号制就会联动转为红灯 只要反应慢个半拍 就很容易困在管制的栅栏里头 而目前就有民众把画面PO上网 也因此引起热议 耳边响起广播声音 要车辆尽速离开 但白色自小客车却是停在黄色网线内 但后面栏杆已经放下 驾驶进退两难 硬生针卡在平交道里 眼看317普悠马飞驰奔来 驾驶下的冷汗直流 连忙倒退路 把车屁股紧紧贴着遮断杆 幸好台铁义务侦测启动 火车司机紧急减速 才没发生意外 车栏跟红绿灯的距离不够 停车的停空间不够 所以常会有车子卡在里面 9号晚间8点半左右 摆着自小客车 从台九县北上到花莲吉安乡 即行路口 左转之后 刚好卡在花莲吉安乡 稻香村平交道里 偏偏317号普悠马列车正要通过 还好后来列车减速 否则差点酿成悲剧 虽然没有受伤 但还是要被罚 台铁已经掌握相关试证 将对驾驶人开单 但附近民众说 类似事件几乎每天都发生 怀疑是道路设计不良 稻香村平交道这个秒差 本段已经把它调整到最高的6秒 让耗制能够更确切联动到 这个火车平交道的 这个警示的 这个时间警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能够互相确切的配合 我想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个评估 台铁说已经将秒差 调整到最高6秒 同时也将延拟改善方案 对平交道跟耗制联动 再做评估 但走过路过平交道 还是要停看厅 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